中午时间你去哪里吃饭呢 现在很多人要出去找餐厅的话呢 会上网去先Google一下搜索一下 然后呢看看有没有人这个回应啊 还有很多的所谓网络这个美食部落客啊 在写说哦我去哪家吃的结果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么不管你喜欢或是不喜欢 你自己形容 尤其是如果说你不喜欢 凭借不好的话呢 恐怕你的叙述啊要特别注意你的文字 不然你有权利讲说哦这家很难吃 人家这家店的老板也有权利讲说 那我要去告你你诽谤我对不对 现在已经有桃园中立的一家餐厅业者 就告了一位网友了不过呢 这个案子不是只有说写了一些 他对于这个餐厅不利的言论 而是网路上也出现了一堆攻击店家的留言 甚至还冒充餐厅老板来回忆网友 再加上又接到了有人打电话来 要付150万的这个恐吓电话 所以呢餐厅业者已经跟警方备案 希望能够找出来到底是谁在幕后恐吓他 粉红色装潢餐厅外观十分显眼 走进一桥只见餐厅门外贴着 请居膝不良顾客物光灵 误听性网路谣言等字呀 听他讲说有人有打电话来恐吓 他有报过警了他有背过案了 没有什么叫做他批评我就要告他的部分 其实只是针对他对我的个人的人身攻击部分 这家位于中立的主题餐厅 六月份才开始试卖 但业者发现网路上有一名网友 在部落格里写下对餐厅的一些意见 网友在文章中写到 店家出餐顺序不太流畅 需要耐心等餐还说餐厅服务人员都穿便服 顾客不好便士并表示餐点部分普通 认为回流率应该不高 而在之后就出现了一名自称是店家的留言 强调从未授权网友拍照 同时认为若网友觉得服务不周 也应该要先和店家反应才对 并且强调网友言论已经影响商誉 他已经将篇幅及留言拷贝存证 并打算对网友提出损害名誉和侵权的告诉 我也不上网 那网路上那些东西都是他打电话通知我上去看的 我才看到的 那基本上我不晓得那个回应是 正义知识帮我回的这么好 还是他自己做的文章 强调从未在网路上流过任何留言 店家表示现在已经交由警方侦办 而写下评论的网友也在部落格表达歉意 希望这场美食风波能就此平息 中天新闻黄主华季云 陶渊採访报道